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往七彩湖馆之站 领馆处人员进行宣导 丹大领导除了步行人员 非动力脚踏车 公务车辆可以进入外 其余的汽机车连同电动脚踏车都禁止上山 因为丹大领导地质破碎脆弱 除了当地原住民进入传统领域 从事巡根等活动之外 其他的车辆我们是实施管制通行 南投领馆处出面说明强调目前中央对丹大山域 采取管车不管人政策 一旦发生事故 县府可以向登山者收取搜救费用 未符合规定陆山者除了依违规项目开发外 还需自行负担所有搜救费用 因此登山客还是依照规定 才不会为了一窥七彩湖美景而付出庞大代价 三星无愧朋友南投报道 都可以向登山之远 听口中就来希望交集账 五个人命车路 5阶段